男人是否爱你,一定是有迹可循的,只要用心观察就可以辨别出来。 对于真心爱你的男人,好好珍惜,而对于假心假意的男人,请及时止损,女人在爱情里消耗不起,只有谨慎一点,才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。 当你和男人交往时,一定要用心观察,不要盲从,看清了男人的面目,才能在爱情里掌握主动。 男人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,看这三个方面,心里就有谱了。 给不了你尊重,如果这个男人真的爱你,那在相处的过程中,他定会给你尊重。 即便你们之间发生了再大的摩擦,他也不会以恶毒的话语去侮辱你,以厌恶的眼神去看待你,真的爱你,就会在意你的感受。 在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,他都会在意你的看法,不会我行我素地只在意自己的想法。 啊,就会给予你尊重,而尊重也是爱的体现。 给不了你时间,都说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于一个都不愿花时间来陪你的男人来说。 你还指望他能为你做什么事情? 真正爱你的男人,会恨不得24小时都在你身边。 不爱你的男人,总是推托自己有事,根本没时间陪你,其实这都是他的借口,一次两次还行。 每次都说自己有事,他对你的爱值得思考,在时间上如此毫无保留地付出。 假装爱你的男人根本就做不到,你可别傻傻不懂,倘若你在一个男人那里得不到他的时间,那你就应该收回自己的爱。 别再被他的表象欺骗了,给不了你安全感。 张爱玲在《陈香谢第一炉香》中写道,我爱你,关你什么事,千怪万怪,也怪不到你身上去。 当一个男人给不了你未来和安全感的时候,其实他是并不爱你的,因为真正爱你的男人,都会主动给你安全感。 怕你担心,字里行间写的都是与你有关,而不爱你的男人,对谁都有交代,唯独不对你好,不会把你融入他的生活,其实都是在假装爱你。 感情有时候就是这样,不是一条路上的人,在一起多久都没用,学会及时止损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如果一个男人,不懂得对你付出,给你明分和时间,那么他并不是真的爱你,其实回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余生很长,一定要找一个双向奔赴的人,共度一生。